我们请部长和谢局长 叶部长谢局长 官委你好 官委好 两位好 那个食安的问题确实我们非常的担心 在眼前的这个时刻 不断的延烧的结果一定会反映在台湾的国际观光 甚至于是国民旅游 那尤其是国际观光的部分 这几年来台湾的观光第一优先是推展美食 美食故宫101变成是我们国际观光的三个亮点 这个背后当然是危机重重 但是尤其是美食观光变成是这几年 台湾观光的最主要的重点的时候 这次食安的危机出现到现在 请问一下局长 部长你们有关观光业界 如何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刻 百费待举的时候要去塑造台湾观光的国际信赖 你们做了什么事 你们会马上跟那个工协会 还有地方政府 还没做 目前并没有一个技术的 还没有我想我们会马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部长本席今天最主要在这里 就是要谈一个组织气候跟心态的问题 整个观光局它的组织文化 它的组织气候没有正确的界定自己的位置 如果说以整个企业型政府整个政府最需要变成企业型政府的是什么 就是文化部跟观光局 尤其是观光局 你如何变成是一个企业型政府 就好像是一个提着手提包到处要去拉生意做生意的企业型政府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你们整个心态没有这样做 宝贝在你们的手中 你们也没有把它当作宝贝 甚至于发生危机的时候 你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责任要赶快去抢救这个危机 都很被动都很消极 整个组织文化有问题 跟委员报 事实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已经跟各位服部同调 我们已经透过驻外办事处来宣导 我们台湾对于这个 你们驻外办事处你准备了什么东西给驻外办事处 驻外办事处有观光局特使在里面吗 所有驻外办事处都有吗 并不是所有 其实最重要的是国内的业界如何的自律 你们做了什么事 这个部分我们回去忙 这个要求相关的工协会来一起 好不好 这个部分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立刻展开 台湾的观光可以说危机重重百废待举 我们从来台旅客大量的这个衰退 从出国人数跟来台人数之间的悬殊比例之外 来台旅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费 也下滑了将近10% 一年之中下滑了9.12% 从每日平均消费257.82美元 现在掉到234.3亿美元 到底来台消费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的国际观光出了什么问题 无非我们要发展观光无非就是三个 第一个我们的品质啊 我的软硬体提供的品质是什么 第二个是我们的价格啊 第三是我们的服务啊 台湾的服务文化远远的落后于韩国跟日本 非常非常严重的远远落后于韩国跟日本 那我们也看不到说观光局如何在服务文化这一块 长期下去耕耘去带动价值 去全面改变 其实只要恢复台湾传统文化就好了 台湾传统文化的那种细腻跟体贴以人为尊的文化 现在差不多在观光领域 差不多整个在社会上 这个文化已经停临灭种 要期待抢救的时代了啦 所以为什么我们心理旅馆评鉴就希望能够恢复我们的这个观光的品质 包含这个台湾的旅游 整体提升的问题嘛 你现在就是说 哦海岸有问题海滩有问题 淨滩我们有做 然后评鉴我们有做不对的 如何真正发挥影响力到整体品质的提升 那个是要集体带动的 部长你也可以出来当代言人啊 我们的服务品质真的是已经衰退到 远远落后于日本跟韩国啊 我们去日本跟韩国任何一个小店 它会跟你私募交接 它的服务一定会服务到你离开 它的场域为止 它的细腻它的体贴它的友善 我们已经远远不如了耶 包括甚至于连高铁上面的服务 最优质的服务哦 连本席都会遇到说 我说我不要把这个点心放在桌上的时候 我跟他说哦点心不要 结果他竟然跟我说 下次你可以先跟我讲 嘿 到这种地步哦 然后甚至于在飞机上 旅客跟服务人员迎面而来的时候 服务人员不知道要闪避 是我们要闪避服务人员 这个都是细节 好这个都是细节 可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这些细节里啦 那整个服务文化也出问题 房屋这个旅馆的票价也出问题 贵到大家都消费不起啊 那最近还有一个趋势 只要挂着文创魅力的产品 昂贵到一般人消费不起 变成是中上阶级才能够消费的产物 只要挂文创 无论是饮食 无论是其他各种的消费 很有魅力 不断的出现 那个是台湾观光一个非常重要重要的资产 我们的文创正在蓬勃的发展 但是价格非常的昂贵 所以无论是品质的部分 品质包括软硬体 无论是价格的部分 无论是服务的部分 可以说危机重重百费待去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型政府的观光局啦 局长 让我们看出你们在这个部分的能见度 没有能见度 没有方向嘛 没有价值标局嘛 没有积极动作嘛 来你看看 宝贝在你们的手中 消极到什么程度 我们来看 你们什么时候要办这个挑战王 台湾bike 这个礼拜六 礼拜六嘛 报名多少人 现在报名人数多少了 那那个据我所了解 这个活动整个可以带动 这个三万四千人 来啦 报名人数多少人啦 五百多人 五百多 是 五百多 是 不可能 因为那个是登山网 是一个很高难度的 我们是有定一个门槛 你知不知道今年预期报名人数要达到多少人 蛤 那那个全部的总人数是三万七千人 那到底是多少人啦 报名参与 蛤 到底是 五百多 那个那个那个我们有我们的活动有三三项 一个是登山网 这个是台湾发展国际观光的宝贝哦 你知道全世界喜欢骑自行车的人 要在全世界找到这种路线 他可以从海拔零到三千多少 三千两百七十 对 可以从海拔零 骑自行车骑到三千两百多公尺高 然后沿路美丽非凡 全世界最美丽最适合骑自行车的一条路线在台湾 这是国际观光多么重要的 应该要积极行销的东西 结果哦 局长你没有重视 马上要比了 你报名人数多少都不知道 你们去年总参与人次三万多 今年的目标是六万啦 今年的目标是六万啦 结果你告诉我报名五百人 然后人潮大概也会三万 我们就来看 看多少 你知不知道你们怎么宣传的 你们在YouTube上 总共呢 才只有六支影片 总共才六支影片 本席一天YouTube就三个影片以上 每一场咨询YouTube都有影片 每一个立法委员每天在YouTube上的影片 一个礼拜就比你们这一个活动 所需要做的国际观光 宣传的更好 然后呢 你们的影片哦 去年拍的还不错 整个过程 经过的美丽的景致 还有挑战这种路线的辛苦跟喜悦 有拍出来 可是呢 全部以中文 包括英文标题的YouTube也全部以中文为主轴在拍影片 连弄成两个版本彻底分开都没做 而今年的影片呢 比去年的影片呢 简化到根本看不出特色 根本看不出特色 这个是至少 至少 本席认为全世界爱好骑自行车的国际观光客 在全世界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亮点的 你看 你们越做越没劲啊 越做越没劲啊 跟我一抱一想 YouTube这部分我们会赶快来加强 然后加强要应用单本 你们相关的资讯 总共观光局有多少个网站 你们发展观光网站非常多啦 每一件事情 本席相信 你就一个按委托一个机关 一个按委托一个社团 然后请他们呢 就去架设一个网站 所以呢 哦 观光局总共有17个网站 你们的观光活动 委托出去 全部加起来 加上你们的观光 总共大概17个网站 其中呢 国际光点就有6个网站 可是平台在哪里 我点国际光点进去 我就看不到台湾bike 我点台湾bike进去 我就看不到tourbus 每个网站呢 都是不同的单位 自己在维护 你们委托不同的按 然后让他们去维护 然后呢 去不同的入口网站呢 零零星星 散散落落 然后去注册 根本没有一个整合的平台 这都是最基本的 本席今天在这里讲的是 一个态度的问题 你们必须非常积极的 把观光真的当做一个事业来做啦 各位报告 事实上部长也要求 我们在这方面做整合 那我明年会不会回来 好像你一切都做得很好嘛 我明年会来整合 你看看 以这其中有一个案 这个 以这个tourbus来讲的话 90万要去维护啦 如果我每一个站都差不多是 一年90万维护的话 1000多万 可是呢 资讯没有整合 资讯无法连通跟整合 这怎么发展观光啊 观光局连自己的角色都还没有定位好嘛 那遇到危机的时候 有谁会主动的去想到说 我们可以做什么 还没啊 食安危机来到现在 你们还没有主动想到你们可以做什么 或应该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们的夜市 变成是国际观光的三大重点之一 来 今年度的夜市兑换券已经截止了 对不对 你们发十万份 一个人发一百块 对不对 执行率多少 大致上兑换率是五成五 胡说八道 三成八 你们的报告出来了 38.3 对 国际观光客哦 你们推销台湾的观光夜市哦 九大夜市嘛 对不对 然后一个人奉送一百块哦 兑换率三成八 我花一千万要送 要送国际观光客来夜市花钱 人家都不爱花 好来 检讨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我奉送你一百块去夜市 免费给你用一百块 你一百块至少可以买盐书机 至少可以买五六杯 这个珍珠珍珠珍珠奶茶 好了 至少两三杯 哈 一百块一杯多少钱 本席从来不喝啦 因为确实热量很高啦 一杯多少钱 对不对 珍珠奶茶至少可以买两杯吧 兌換率38.3啦 我花一千萬半年要用一千萬啦 結果時間已經截止到現在了啦 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 半年用一千萬要給國際觀光客在夜市消費 結果呢總消費呢才三百八十三萬 是宣傳出問題嗎 這觀客來到台灣還是動線有問題 對不對 我要推廣夜市的國際觀光 可是它的品質它的魅力夠不夠 這是一個你們要檢討的角度 另外是交通動線有沒有布局出來 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宣傳有沒有出來 然後服務夠不夠好 對不對 你一定是認為台灣的夜市是國際觀光的亮點嘛 所以會變成今天夜市的美食 是我們國際觀光的幾乎是第一的嘛 這個 所以本期今天在這裡講這些事情 跟好幾位委員在這裡苦口婆心 真的最後最後就是一句話 觀光局是最需要轉型為企業型政府的第一優先的機關 你們在這個部分完全組織氣候 完全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正確的定位 這個要加油啦 部長 好謝謝委員的今天的所有的這些意見 我想我們會照委員那個方